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夕,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最近我们的北美非常热闹 《流浪地球2》的上映 掀起了现象级的观影 小夕为了我们这次播客 去二刷了这个 才隔了五天 就去二刷了《流浪地球2》 而我呢,因为能看电影的影院太远了 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花絮 以及自媒体上面的这些评论 所以今天就是以一个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和一个二刷了这部电影的对话 来给大家聊聊我们对这个《流浪地球》的想法 小夕,先来讲一下 你一刷了这个《流浪地球》后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这假活弄得咱们听有多有压力了 好像我是为了人家采取感 没有,我自己本身是我自己主动的啊 我很自愿的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有 大家有去看这部电影吗 或者是其实已经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已经被剧透的差不多了 对于我来说呢 我本来就是一个爱错热闹的人 基本上如果就是中国有任何的文化活动 来到这边我都是要去看的 以往呢每一年贺岁 基本上也会有一到两部影片会过来吧 比如说我之前印象最深的 我去看的啊 少年的你 然后呢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像长津湖呀梅艳芳 这些电影都有过来 然后今年就是《流浪地球》二嘛 这个电影其实蛮现象级的 因为当时比如说先聊 当时一刷之后的一个感受 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一些波澜呢 就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可能我猜 比如说美国人会觉得 中国在这方面动了他们的蛋糕 就是当你以前看科幻电影的时候 里面的主角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 对吧 但是今天发现那个金发碧眼的人 全都是配角 而是一个亚洲人是主角 因为你想想如果这个东西换一下 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以前比如说你看到 别人开始夸说 日本的瓷器做得特别好 欧洲的瓷器做得特别好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心里 也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 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战场吗 没错 咱们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肯定看起来 首先第一观感是特别爽的 整个差不多三小时的电影 我感觉导演是非常的诚意满满 就是根本不水 而且据听说好像导演 还剪了八十多分钟 就是现在剪掉了八十多分钟 现在还有差不多三小时的一个量 我去看了之后 很多朋友有问我说 哎呀三个小时我憋不住尿呀 快告诉我哪是尿点 我好去上厕所 不好意思朋友们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尿点的 所以说提前请上好厕所 然后中间憋一下 因为包括像贝贝也问我 说这个是不是带小朋友去啊 我也看有很多人就带孩子去 我是感觉 当然每一个孩子其实都特别不同 对信息的接纳也不一样 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说 万一中间孩子想上个厕所 或者是他又跟妈妈哼哼一下 不耐烦 你可能就会miss掉中间的一个情节 这样的话可能你的这个信息链就断掉了 因为他其中间的那个信息量还是挺大的 然后第一遍去看 就是吐个热闹吧 轰轰一会儿这个炸了 一会儿他把它打了 就是一个应接不暇的一个乱糟糟的一个场面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这个情节还是蛮复杂的 我不知道这个外国朋友看起来 应该会非常吃力 我估计他们得开0.8倍速 得开0.8倍速才能跟上这个节奏 我也是当时第一遍看 我也就想的是先看看大概是个什么样 但是看完第一遍 我觉得我也踩出来几个 比如说作为海外华人 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点 第一就是 你觉不觉得 如果地球有难 把地球整个推走这件事 就是特别奇思妙想的一个东西 我感觉他这里面有一个 中式的浪漫在里面 因为我们以往看的那些大片 包括像美国演的 肯定就是有什么危险 我们哪怕造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飞船 对吧 就像诺亚方舟似的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物种带走一个 这样的话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为啥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太爱土地了 你知道吗 这土地啊 就是我的根啊 我觉得这个北美的这些华人 应该最有理解 我就说你觉得 你家的那个后院哈 当你爸妈来了之后 是不是都逃脱不了被开啃成菜地的命运 就是绝对不能 只是花花草草在那闲着 他一定要对这个土地物尽其用 其实他反映了我们作为几千年 农耕社会的一种 对于土地的这个深深的依恋吧 就是现在不行 我就离不开我这片土地 我怎么着 他再破球 我也得把他给带走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但是到看到后面 其实我又有一点紧张 因为他当然说 这个流浪地球计划 一共要实施两千五百年 我就心想 哇和我的那个父辈那会相比 好像我们这种80后90后00后 对于土地的这种 执迷和眷恋没有那么深了 我就觉得 哇这个未来还有危机 觉得这个流浪地球计划 一定不能顺利进行 到时候大家想 抛弃这个小破球 也说不定 说不定可以拍出什么新的聚集来 第二个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出国很久的 包括贝贝也是为了出国 肯定有做各种准备 你也在法国待过 我们其实都是学语言的资深学习 学习人 学了十几年几十年 然后呢 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也有一个争论吧 就是说未来 这个人工智能 会不会代替这个学外语 一方人说能 一方人说不能 但是我看人家这些科幻 这些未来这些人都已经替我们决定了 就是完全你其实不需要学外语 你只要带一个 就是现在其实我包括知道 国内像我朋友在工作的 那个 就什么来那个公司 我想一下 给我一分钟 国内做人工智能 那个叫什么来 不说了 就是国内有这方面的公司 已经可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 就是说可以达到这种录音笔 就是完全你不需要学外语 就可以达到 我觉得挺伤感的 感觉自己过去十几年 几十年附属的努力 在未来是一个会被扔掉的技能 我觉得有点伤心的 第三个就是 包括这个第三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我和贝贝 在这个播客里面 我们一直试图去 触碰的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差异吧 像很多人一开始看这个电影 就会觉得 哇觉得太累了 说这导演给的信息太多了 但是我就觉得 我还行 我没有觉得特别累 我没有觉得特别累 这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大拿 或者是我对科幻这块特别懂啊 而是说以前在看 那个比如说好莱坞大片的时候 你其实在观影的时候 你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 都需要去理解 他的这个语言 文化背景 这些东西 而且 这个在北美这边 就是所有英语系的这种电影 他的电影都是没有字幕的 你就得靠自己的耳朵去硬听 就是说你 当然你语言好了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他的那种故事情节 逻辑的推进 都是靠人物的情感交织往前走 你要是不太能理解 他这个出发点 其实整个看的 你就是咯噔咯噔一卡 一卡一卡的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发现 完全没有问题 里面的不管是什么 父子亲情啊 家国大义 当然你可以说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至少是我们 中国人生长起来的这种环境 是非常熟悉的 当你理解这个 基础逻辑不费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剩下那些那个 科幻词汇 根本就不是障碍 所有的文艺作品 打动人的 还是他的那个 人类感情的那个部分吧 剩下的其他的那种 都是为他服务的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吧 发现 看起来 不是 不是很累 我觉得 哎呀 挺爽的 挺开心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 挺想分享的 就是当时看完 这个电影出来 其实我和一个 中年大叔一块出来的 我感觉大叔 就是要跟我聊 就是有点欲言又止 他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 好像不太好 那个时候 我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就是文化自信 太 太久了 或者是另一种观点 就是 人遇到一些事情 总是想去 发表一些观点 来证明自己 可能是有思考 或者是自己是不同的 那个时候 其实我跟他说 我说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这个时候 我感觉 包括在我自己的人生状态 包括我看看 这部电影的感觉 就是我就觉得 自信一点 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好 没有什么毛病 我不用非说我不好 才显得说 我这个电影 看懂啊 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自信 就是说 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 我很好 但我也大大方方的承认 我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足 我觉得这是很舒爽的一种状态 不像以前 比如说如果电影不好 你可能还得尬夸 如果电影特别好 但是你又觉得 其实我没自信说 其实我们还很有待进步 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 可以pass这种感觉了 就是大大方方的承认 挺好的 不错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确实 因为信息密度太高了 很多都没有get到 所以回来又开始 挖各种的影评啊 什么才发现 我只看了三条线 人家其实有四条线 然后才发现这种交织啊 是什么感觉觉得更丰满了 然后贝贝说 我们其实可以聊一下 所以我才决定说 那我去二刷一个 看看能不能采集出更多的信息来 这样子 你刚才讲完 这个对你那句话 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我好 我就说我好 但是呢 我也承认 我有可以进步 可以改进的地方 就这种很大方的这种态度 然后很面对真实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就特别好 没错 没错 就是永远我觉得都是有好评 也有差评的 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纳它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今天是星期二去的嘛 星期二算是有折扣 然后今天其实看到了一个AVX厂 就是可能是屏幕有不同吧 我是没太看出来 然后人还蛮多的 至少我觉得有三成上座率 周二的中午嘛 因为你想工作日的一个中午 然后第二次看 就是从第一次看完之后 肯定当时就是只是被那些 演化缭缭的画面所震撼到了嘛 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看到很细节 所以回来开始补影评 才发现 这个地方原来讲的是那儿 那个地方原来讲的是这个 就没有抓到 这次第二次去有一种 抓到了就很爽那种感觉 就好像跳舞机踩到那个箭头 等它等它 它出现了 然后到了那个感动的地方 还是会感动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叫什么逐月计划失败了 就是其中一个计划失败了 计划失败了 现在就必须把月球给炸了 把月球炸了呢 就是说是现在首先就需要全世界各国 把自己的核武器贡献出来 核武器弹头有三千多个 然后呢要布在月球的一个环形山上 然后用这个 这几个核武器引爆呢 把这个环形山炸开 然后引发月球的一个自爆的一个行为 然后当时觉得挺好的 就这样炸了也就行 但是临到尾关口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全球这个加密系统太不一样了 很难在短时间内 把所有的密码串联起来 就是实施一个 就是电子引爆 但是最后就是要靠 真的人上去去 一个一个去引爆嘛 然后就 你也知道 就是在这种危机关头 有人会觉得要 为了拯救人类 牺牲小我 生命大义 就这种 这种是套路嘛 但是人就是会被 这种套路所感动 觉得挺好 因为我有测试我自己 就是我说 上一次看的觉得 感动的地方 我看这次你还会不会感动 还会感动 觉得可以 两次还是可以的 我就好奇哈 你两次去的时候 来看的人 是不是大多数 都还是中国人 是的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但是今天 其实我旁边 就做了一个老外 我旁边做了个老外 我能感觉到 他是有那个 有吃力的 为什么呢 腿一会扭在这边 一会摆在那边 就像你也知道 就像上课 那个听老师讲的那种 听不进去的 那个坏学生一样 然后他中间 应该是出去 就上了个厕所 大概出去了 二三十分钟才回来 这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是我之前 反复和你聊的 我观察到的 这种文化现象 就是其实我们看 外国人的大片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间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抓耳脑塞的 我现在已经 不太愿意去影院里 看大片 除非我这段时间 睡觉不好 我在电影院里 会有一个非常踏实的睡眠 我上一个 有这个体验的是 那个沙丘 我也是观察到 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对于 你不管是你和别人交流 或者是你看电影 是一个单方面的 一个信息的输出 和你对于信息的 获取率的要求 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 我没有什么 比如说评论 别人高低好坏 可能有人觉得 大概意思 看懂就行 看个热闹就行 但是对于我 其实我深深的知道 包括看中国电影 就是我一定要是 他的典故 他的单词 他的故事 他讲了个什么 我都要非常清楚才行 所以这次看这个 流浪地球 我特别觉得有趣 就是说 这就是第一语言 学习者的一个妙处 就是你是很清楚的 知道哪些信息 是需要抓取的 哪些信息 是可以一闪而过的 这个是我们 天生的一种判断 所以呢 你可以看起来 就是没有那么累 但是当你看一个 英文电影 包括比如说 像他们的历史 你也不熟悉 这个故事发生的典故 也不熟悉 突然再蹦出一两个 你不熟悉的单词 对于我来说 我的信息流 就被斩断了 我的信息流斩断 在恢复是很痛苦的 也许有的人就觉得 我就接着看就行了 反正大概 以前讲了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 就不够 然后我很懂你这种感受 就我最近 也不是在刷外国人 北美他们这种脱口秀嘛 就有些他们 在笑的点 我就完全get不到 然后我就没看 多少分钟 我就关掉了 看不下去 这个太natural了 因为所有的语言里面 最难理解的 就是笑话 因为笑话的笑点 就是藏在多重的 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的 文化背景 歧视 包括一些 可说可不说的东西 都是藏在这里面的 所以说笑话 其实是最难懂的 就包括你 可能还没有在这边上学 以前就是 多少留学生 描述自己尴尬 就是上课的时候 别人都在笑 你就很尴尬 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但是现在其实想想 加拿大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移民 我现在感觉 很多人也是跟着笑 他们也不知道笑什么 你知道吧 人都是有这种 不想让自己 显得特别尴尬 所以现在 我觉得我自己更成熟了 我就会避免这种场合 我觉得 如果我去影院 给我观影 带来效果不好的话 我就会 回家来等看 有字幕的 有字幕的话 你想会扫出很多的障碍 会帮助你的理解 因为这个我在那个 本来在我那视频里想提 但是又太长了 没有说 没有提到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就是 在那个英语世界 不管是电影 甚至是MV 都是没有 都是没有字幕的 但是字幕在中国 现在甚至都是一项艺术 就是它可以把字 做得很漂亮 甚至有大有小 有调节 会让你吸引你的这个注意 这个是 这种表音的语言和中文 这种表意的语言的两种差异 就是表音的语言 不需要打字幕 因为会影响它听的这个效率 但是就对于 第二语言的这个习得者 就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我们就得等 叫所谓的熟肉嘛 我不知道你有问题 就是生肉和熟肉 生肉就是没有翻译的 熟肉就是有翻译的嘛 这就是我喜欢的 关注的奇奇怪怪的点 不知道是 你这次不是去看的时候 它不是讲中文 但下面有英语翻译吗 我不知道外国人 他们看这个电影的感受 跟我们看 讲英语 但是下面有中文翻译 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感受 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我很好奇 我今天真的想跟我旁边 那个老外聊一聊 但是他就是 刚一出现那个结束 他穿衣服就走了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彩蛋 我就比他又多大了几分钟 我没逮着他 对 我本来真想跟他聊两句 说你看这个是什么感受 因为能走进来 其实就挺勇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次这个流浪地球 在北美完全没有宣发 就是大家中国人知道这个消息 都是从社交媒体上知道的 社交媒体都是大家自媒体嘛 根本没有任何的官方媒体 包括我上次第一次去 我去的很早 提前了20分钟 在整个就是我萌头者 相当于是最fancy的一家影院 赚了半天一个海报 都没有找到 就是他没有意向 说要去吸引本地的观众 这个东西我理解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就觉得只要是 只卖我们中国人就够吃了 因为本身 我们华人消费 就是群体比较大嘛 第二就是我觉得 他作为第一部的这个科幻 导演 这个片子是真的很不错 但是他也没有说 我有那个雄心伪志 到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拍了一部 你想对吧 你能明白说 这才是我第二个作业 觉得稍微差不多点 先让我们自己人看看就得了 所以其实他完全在北美 没有做大规模的宣发 就是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 你说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视角 我现在挺感兴趣的 不知道旁边有没有谁 可以有看过的 可以分享一下 网上有好多那种采访啊 你有看没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们还是会夸赞啊 就是说 就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电影 如果你是一个带有一个 比如说 不是一个挑刺的心态去 就是我只是一个 对世界上各个地方电影 感兴趣的人 我是一个自然人 买票 进到这个影院 第一遍去看 一般都不会带来一个 很差的观音 因为这个电影 真的是就是诚意 特别大 他做的这些东西 就是很精致 而且自己讲的 这个故事的逻辑 我觉得也是自远其说了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 就不是说 我倒要看看这个中国人 他要怎么怎么样 我今天要去看看 他和我们美国有什么差 不是抱有这种心态的话 应该都会有一个 不错的评价 包括比如说 你今天不是问我了吗 说二刷之后什么感受 我说一个是看到了更多的细节 当然就是 当我有余力 去观看到更多的部分 其实我也觉得 他其实讲的节奏 有一点 有的地方有点快 有的地方有点砸 有的地方有点乱 因为你想三个小时的故事 是四条故事线 我觉得这个 就是郭帆导演真的是 你看他现在采访天天路演 特别谦和 然后大家都说 他是画源大师 因为根本没有钱 就到处 所谓的加引号的坑蒙拐骗 就说哎呀 你给我赞助点吧 哎呀 你给我怎么怎么着 看着特别谦和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他 我觉得 有大想法的 就是他要在自己的第二部作品里 就讲一个 三到四条故事线 三个小时的电影 这是非常有野心 然后也是很有抱负 有想法的一个人 我觉得 你之前第一次 一刷完了之后 你的对他的优缺点的看法 跟这个二刷之后 这种优缺点的看法 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一刷完呢 当时就是觉得太满啊 就是满满当当的 就是属于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劈头盖脸 像你砸过来 砸得你 无可 没有什么反应的余地 但是肯定是好的那种 就是in general it's a really good movie above average 超过了平均线以上 然后第二边 你去了就说 很多熟悉的情节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有余力 去消化了 不会说被这个 劈头盖脸打的 你根本就消化不了的时候 你才会去讲 这个故事 这个逻辑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条线的好处在哪 那条线的好处在哪 你才有去 消化的余地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 看一遍 对 所以说 一般人 你说大家其实看影评 他就是想知道说 哇 值不值得我去 浪费我这么宝贵的 三个小时 走进影院 花我这十几二十刀 我觉得这个答案 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 只不过是你进去之后 当你熟悉了之后 你可能再想提出一些 所谓的建议 和你自己的 个人观点和看法吧 我不是看很多 看了一点花絮嘛 然后又看了网上 他们好多公众号 出的文章啊 解读啊 这解读的特别深度嘛 哇 但是你看啊 他有了解读的深度 但是比如今天 你给我发的那个 他已经写的挺全面的了 是吧 但是他也有 他没有理解到的地方 有我在别的地方 理解了 解决了他的那个 疑惑的部分 你来说 对就是 比如说 其实里面有一个 大家就读起来 看起来会有 多少有一点 不适合反感的 就是当时 那个北京的那个 跟服务器 一直没有上线嘛 然后美国那个代表 就发飙了 他说为什么 北京这次一直 没有上线 然后那个李雪剑演的 那个就是周先生 就说 只要到时间 我们就点火 我相信我们的人 一定能行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不舒服 我说 你凭啥就相信就能行 这全世界人的命 就被你堵在 堵在这了嘛 但是其实 当你后面去 我第一次看 其实只看出了三条线 就是一个是 吴京那条线 一个是刘德华那条线 还有一个就是 李雪剑那条线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 那根也是 过番我觉得 最大的野心和企图 就是他想拍的是 那个计算机演 就是其实是 那个camera的那条线 就是 camera 在看 在观察 在学习 在迭代 其实他早就已经有 有自主意识 其实这次翻回去 再看 发现埋了很多的伏笔 第一遍说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可能觉得就是一句话 就过去了 但是他其实埋了伏笔 就说 比如说里面说 我觉得有人在帮我们 我觉得有人在什么 其实就是那个周先生 他已经觉得 就说 这个东西 不只是我们人类在做 已经完全不只是人类在做 所以他当时才有 那种观念 他说 到点就点火 因为他就知道 说这个计算机 他也不能把自己给毁灭了吧 其实感觉就是和那病毒似的 你不能把这个宿主给害死了 那你这病毒还活不活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当时 看这个没有不理解 我看那也有一点觉得 这个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出话 觉得你这逻辑不对啊 现在看到这 我觉得 make sense 那他这个线会不会 就埋得太深了 以至于你失去了 他的这种效果了 good question 你自己去看 你看像拍的那些星际穿越 像那些 国外拍9.0以上 那些科幻片 它没有多深 豆瓣上有几千片 几万片的解读 这个就是还是在我们 隔着一层 所谓橡胶手套的情况下 去做解读 那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就不能拍 一点有深度 那就只能拍 就是这个人打杀 打打杀杀 就是打打杀杀 就不能真的拍一个 暗线的东西吗 我觉得非常的巧妙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它就是要让你看 有人捧 有人骂 在这个激烈的讨论 的过程当中会撞击出来 这个导演的深意 你不会觉得这样的东西 就更有味道吗 比你直接呈现出来的 更有味道 我觉得就是你这样 这次二刷完 然后还能这么多 正面评价 这个我 我自己在我做的 那一期小视频里有说 我说 我现在一般对于像中国 飘洋过海来这边的电影 其实我是很宽容的 我是首先有一个 互独子的心态 就是我是觉得 本身我们在这边 文化生活都已经 挺少的了 如果能有来的话 我肯定是会去支持 哪怕就十几二十块钱 我觉得也是自己的 能力范围之内 小小的票房 但这部片的感觉就是 不用尬垮 不用硬垮 是觉得还是 是很不错的 我是很心甘情愿的去 花了几个小时 进城停车 然后买票 这样子 那你就看完之后 你觉得跟以前 看的这种 好莱坞大片的感觉 你觉得这个水平上怎么样 其实像看好莱坞大片 这种科幻片 一直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是为什么呢 我可能更还是喜欢那种 故事片 以前也没有太去分析过 是为什么 但是这次看到这个流浪 其实我明白了 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种 怎么讲 就是说的这种文艺作品 最终看的 其实还是人之间的感情 就是你不管你是 枪战片 还是什么故事片 还是什么动画片 其实它只是 它的一个载体 对吧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是这种表象 像以前看 比如美国那种大片 你第一线看 也会特别惊艳 但是最终看完 你就是觉得是 是隔着一层 或者有的时候 它的那种行为 其实你不是很理解 不是理解 你就当成一种西洋景 那样看 就觉得挺有意思 这人挺厉害 就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种 这一次看这种 中国人拍的就是 你是可以 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代入的 那你看 就是更爽嘛 对吧 就是属于本身画面 就已经挺爽了 然后你还能理解它的 至少试图去理解 它的内核 我觉得这是很爽的 一种感受 不像以前就觉得 我也不是很有激情 去参与讨论 因为他觉得他知道 我觉得你不知道 因为你 就是你也不能 怎么去揣测 就是所谓 就是和你不同 族裔的人的这种 想法吧 就是很多前提的东西 就不成立 但是在这个里面 前提我们都是一致的 这个讨论起来 就会容易很多 就是各个方面 都没有差异 没有文化差异 没有语音差异 没有各种各样的模 把你挡住 对吧 所以现在我才理解 就是所谓叫美国 就是这种大国强国 就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宣传 就是因为 它的人在理解起 自己的东西来 就是百分之百的 很透彻的 我就是对我这个东西 很自豪 没有什么 可以打折折损的部分 但是比如说 我们要去理解起来 就不行 但是现在有这种 我们自己也有 很拿得出手 很不错的 那种感觉 也有一点文化自信 就起来了 就觉得我这个 和你碰一碰 也不见得输哦 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 今年这个春节 我觉得今年这个春节 还是挺热闹的 一个是有这种 全中文的这种贺岁片 直接在影院上映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最近不是参加 那个当地的春晚吗 然后就看到 朋友圈在这边的华人 要么就参加 我们这个区的 要么参加隔壁区的 或者都伦多市区的 或者那种万景市 就是华人聚集的地方 就每个人都有 当地的一个春晚 可以去参加 我今天就觉得 哎 今天这怎么 气氛这么热闹 这个今年的热闹 就是也有 它一定的原因吗 就是疫情 其实有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是相对 隔离的过的 就是大家真的 就是本来海外华人 可能以前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 但是突然你失去了 这仅有的一点 可能走情串游的机会 你会真的觉得 就是还蛮孤独的 我的感受不一样 你知道我来了之后 就疫情了 我觉得33年都没有 这种热闹的这种气氛 然后今年突然起来了 我就以为是 今年是第一年 大家都这样 即使你疫情前 其实大家也都有 对不对 也不是 疫情前也没有这么热闹 今年蒙特里尔也特别热闹 今年光大型的春晚 在蒙特里尔就有两场 就是他租了 那个PLAS DESAR的 那个演播室 就是PLAS DESAR 在蒙特里尔本地 应该就是最top的 就是那种演播室 就相当于是政府官方级别的 所有的大型演出 都在那演 今年华人 有两个演出 都是在那 他有种感觉 就是一个弹簧吧 就憋的两三年 憋的下去了 然后现在有点蹦起来 大家都觉得 哇在生活 还是要去展示 还是要去发现美好 要让自己去 去Display Yourself 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今年就觉得 就又这个贺色片 然后朋友圈很热闹 我觉得大家都掀起了 这种高潮了 然后后来又这种春晚 也是朋友圈一片很热闹 然后我自己也去参加了 参加那个春晚 就比自己期待的水平 要好一点 一个就是 很多年轻人参加这个春晚 他们那种才艺表演 唱甘情 演奏小提琴大提琴 然后跳舞 演小品 都有年轻人参加 不像以前 我觉得都是中老年人 我是朋友给我送的票码 我一直说这票 我就一连笔 这种春晚 都是中老年 我到底要不要去参加 然后想想 免费的票码 就带小孩子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都没有感受过 这种氛围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传输了一些 还比较与时俱进的理念 学会去寻找快乐 然后不要这么多兴趣 让他们学会 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打破了很多这种 对中年人的这种刻板印象 树立了一种 新的一个中年人的形象 就他们会比较开放的 去融入当地 然后比较开放的 接受当地的这种 价值观这种理念 这两点我觉得 让我耳目一新 我就觉得 这个比我原来想的好很多 然后也有一种 文化理念的输出 然后又年轻人的参与 所以我这次看完春晚 心里还是挺感动的 觉得挺不错 我就发现 我出来眼泪了 然后我就会想 为什么出来眼泪 但是还没想清楚的时候 就会想着 我应该是被感动了 那被什么感动呢 仔细去思考一下 觉得好像不是感动 是伤感 很多回不去的东西 人的记忆 以前的人 这种已经离开的东西 你感觉已经回不去 你很想念 但是你知道你回不去 就好像挺伤感的 这种状态 这次我去呢 就是一个吸引我很大的 一个噱头 就是大山来了 就是大山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回到加拿大了嘛 搞得很热闹 前一段时间在多伦多搞了 对 大山最近一段时间 他应该是 就是回到他的母国了 回到加拿大 然后很活跃 前一段时间不是在 多伦多还搞了 那个中文的喜剧节吗 因为他作为一个联系 中西文化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确实特别合适 喜剧现在是一个风口嘛 然后这段时间 又来那个蒙特利尔走穴 然后也演了一个 就像你说的东西 其实都挺新的 演了一个挺新的 所谓的那种音乐脱口秀 而且还是 读了那个《枪禁酒》 就是 觉得形势挺新颖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也是 这一次有很多年轻人成分 比如说我们这边 有那种什么街舞小团体呀 上去跳个舞呀 就不会说像以前 确实都是 比如老阿姨唱歌呀 合唱呀 或者是演奏一个 乐器独唱 就那种相对 比较积不起波澜的 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就是华人办节目吧 这可能是咱的一个 文化差异 就是还是不讲究 太粗糙了 就整个的 没有时间的把控 无限制的拖延 然后这个节目完了 下一个节目 道具半天也摆不上去 哎呦喂 真的是急死了 看着都急死了 而且就只要是 华人的这种场次 其实底下人 就是默许 就是可以玩手机 你要是去看 老外的那种剧目 一般我是不太敢 把手机摸出来的 好啦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小夕 为我们分享的 关于流浪地球2的 观影感受 大家有什么评价 有什么想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这次也在北美度过了 其实还是算非常热闹的 春节 感谢这部电影 也感谢为我们组织 春晚的这些社区 这些社团 所以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感受 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